欢迎收看彭哥富裕录 今天彭哥要推荐一档 好看的电影 这个叫做被动者联盟 多头之战 被动者联盟 被动者就是我们的被动元件 彭哥为什么 一直会告诉大家 被动者 被动元件的一个状况呢 因为他就是目前市场上面的主流 那等一下这一出电影要怎么看 我们等一下告诉大家先来关心一下 今天的一个大盘现象 好今天我们的 起货指数 彭哥是不是告诉大家 测完我们的一个 粉红色的线 这条线叫做趋势线 测完这个 10810 这个位置之后 就往上面冲上去了 但是上面彭哥之前都会画一条叫做 10965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在这个高 这个高点的上面 我有画一条线 这叫10965 今天碰到这个位置之后 他就往下回落 所以真的就告诉大家 什么叫支撑什么叫压力 在多头里面支撑真的是支撑 多头 多头趋势里面的压力 是我们要挑战的一个对象 所以965今天挑战一次 今天失败 所以我们看过两天 他是不是能够突破 10965 突破的过去的话就要挑战我们 我们的3月跟4月的这边的一个高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就告诉 告诉大家 他是多头 当多头的时候我们就看多 当空头我们就看空 我们不会忽多又忽空 我们一定是有一个依据 我们用依据来 判断现在的多与空 好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个 我们今天的一个 盘氏走势图 15分钟 他因为他叫做 多 多头趋势的一个 结构 我们讲的收敛 发散的那个开口 收敛 所以一早他就容易没有 没有力量 所以他就往下压 但是一小时来讲 因为他前几天就有一个往上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们可以告诉大家 现在就在高档上面去做一个整理 那还有机会继续往上面 挑战 那4小时的这个位置 就告诉大家 这边的结构 要注意 他有一点开口 准备要缩小 所以你要 你要盛防他可能会有一根往下杀 的一个动作 所以要注意 当然这边要 这边要往下杀 小时这边一定先转落 所以 小时线的能量线很重要 这条线会慢慢的一直往上面盾 电高 电高是 有助于多头的一个往上推升 当他 电高了之后他没有去往上升 那你要小心 多头没力 好 那一样我们台积电 我们来看台积电 现在有一个状况 他今天去能过能量线 过能量线之后就告诉大家 不要再下来了 过能量线除了不要再下来之外 告诉我也是有一个信号就是 他想要转多 所以就告诉大家 什么时候要做多 这时候 想做的时候 这时候就是一个 好的一个位置 就告诉大家 你看这边 是往上面有利 有利多方发展 但是他的结构是不利多方发展 所以他的路叫做崎岖难行 但是还是要走 所以台积电真的为什么 走势如此的温吞 就是因为告诉大家 他的 他的人生的道路 股性的道路 不好走 运气不佳 结构差 所以你要赶快把他扭转 让他K棒好 结构加 他就很容易 发光发热 好 鸿海 是不是告诉大家 碰到能量线 会反弹 所以你看这边反弹之后 也是在那边温吞的走 为什么 结构他还没有缩小 当然他这边随时他可以往上攻 我们先讲 他随时可以往上攻 我这边攻过87块 但是你要看他什么时候要攻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我们可以从结构看出来 他是可以攻的 所以 这边的量 量都在缩 就代表 追架的力量有点薄弱 那阻力不愿意出手 所以拱一些量 他就容易上去 好 上尾头 为什么告诉大家不要碰 不要碰 就算有封电 离岸的题材怎么样 结构不好 还是 不容易上涨 所以要做股票 除了消息对 题材对 结构也要对 结构不对 不容易涨 好我们刚刚讲的被动者联盟 这出电影 多日之战 所以今天彭哥 很简单的告诉大家 被动者联盟的成员 有这9个 男女主角 国具 华兴科 大意 齐立新 和声堂 信仓电 光杰 美蕾 美蕾 还有我们的利敦 他有 主要演员 他也有配角 主要演员就是我们最近看到的 带动 只要他 他有消息有题材就可以带动整个 整个股价的一个发展 所以我们来看到像华兴 我们讲的这些 国具华兴科 他的结构通通都是 彭哥讲的 多头趋势的结构 那他是什么样的趋势 因为国具今天 暂停交易 他又想要吞 吞别人了 他现在又是一条大蟒蛇 看到有东西就想吞 所以今天 领先主演就只好由华兴科来上演 所以我们今天来用华兴科的图来告诉大家 我们看到一路往上涨 各位 你想要做这里 做这里还是要做这里 董哥最喜欢做的是 这里 你要做那里很简单 当时你有沒有战斗可以先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可以让你抓到一个转强点 你这边买进去了 如果你有办法撑到这里 我告诉大家 你又天天躺着都有钱领 就这样子 一百块以下 一百块以下 你买得到 现在 有三百块 有开心吗 所以我告诉大家 我们的战斗可以真的好好用 尤其遇到这种 结构家 又有题材 他就 他就很容易让你的股价 翻倍翻倍 再翻倍 这样子 你要做这种股票 你也不用去 买投顾老师的口讯 为什么 老师只是告诉你强势吗 但是强势我们自己都看得出来 只是你当下要不要做 所以 有时候一个人看盘 他的缺点就是 他缺 缺乏全面性的一个 观察 今天彭哥就是要告诉大家 当你有战斗K线的一个方式 你也可以跟我讨论 我们这样子才不会我讲 激化你听成压话 对不对 我们要有 一样的语言 一样的逻辑 一样的看盘方式 一样的买股票 大家知道股价会怎么会涨吗 就是大家同心协力的买 就是我刚才我这场讲大家团结 这样子股票才会涨 不是你买完我买完大家都不买了 所以这只股票 一买完他就高点 他就滑下来了 就像我们之前讲的 那种便宜的股价是一样的 告诉大家去买一窝蜂冲进去 现在没有量 掉下来了 就互相怪来怪去 这个东西 我们现在讲这个叫做人性 因为你不懂我的逻辑 所以 你做起来才会这么辛苦 当你懂我的逻辑之后 你就很容易在市场上面赚到钱 所以你看我们上礼拜讲的 有一个叫 论太财 今天涨停板 因为他的结构好 所以他就容易上涨 今天涨停板 今天是第1根 我们有机会会拼第2根 拼第3根 只要有办法一个月2根3根 告诉大家 一年下来 你就很容易 你手上的总资产就容易翻倍 这个就是 我们这一次 在 礼拜天 5月27号 我会跟大家去上的一个观念 如何让你的财富翻倍 你有100万怎么样变200万 你有200万怎么样变400万 要稳定的成长 让你敢做 不管做 国具中股票 还是像景明这样子小的股票 我们都有方法让你赚到钱 当然 我们就像打麻将一样 我教你怎么样听牌 最主要你还是 你们一直要 要需要自摸 就是你要有一个 自摸的一个状况 你要摸得到牌才有用 那当然 这个东西是需要大家同行协力去做的 所以当你懂得主力的 交易方式 当你懂得 怎么样子推升股价 的时候 自然而然你就容易赚到钱 今天 5月27号这个只收场地费 但是我给你的观念 是价值 好几十万的一个观念 因为 你有可能因为 彭哥这次的点醒你之后 带起你的财富富裕之路 这个就是最重要的观念 5月27号 在台北 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 怎么样子挑标股 不用 靠老师 靠自己 而且这个东西是一辈子受用无穷的 只要你想做股票 随时有机会 随时都可以买股票 好今天节目到这边 告一段落 请一定要持续在追踪我们节目 彭哥富裕录下次我们见 拜